我穿著腳要穿襪子 你穿拖鞋穿襪子 對 這樣很慫對不對 因為我容易腳汗 如果我不穿 鞋子會掉 如果我不穿襪子的話 其實久了我那個拖鞋的鞋面 其實也是很髒 所以說就穿拖鞋穿襪子 然後就每次被他笑很慫 可是沒辦法 為了不要再有像剛剛講的困擾 我只能說 確實有改善 但是坦白講要跟治真的很困難 很困難 就是長久的戰鬥 因為你從16歲就開始了 對 跟著我快一輩子 跟鬼一樣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得襄襄腳 其實你說沒有好好的把它治療好 你會留一個病根 就是以後你千萬不要有糖尿病 真的啊 因為你如果有糖尿病的時候 腳容易出現傷口 是 再加上這個襄襄腳的時候 就是一感染就會變成要截肢啊 真的很嚴重 對 會很嚴重對不對 對 會很嚴重 所以還是我還是要免疫情 我突然覺得人生變KB 好可怕 所以千萬要注意你的血糖 沒有 我趕快去保險 而且答案要很胖胖的 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 趕快買保險 有香港腳可以投保嗎 好 所以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 你又得香港腳 是不是要特別注意 對 你有兩個病存的時候 其實就像翠芬說的 常常最後就是 不是只有香港腳問題 整個腳額爛掉 你不知道 就要截肢了 對 像我們有些時候洗襪子 人家說要用熱水 或者是用烘乾肌 把襪子烘乾 或是用熱水去燙過襪子 到底這樣子是有效還是沒有效 因為 其實沒有任何人驗證過 這樣子百分之百有效 所以最好你還是要擦藥 那你的襪子 如果真的香港腳很嚴重的人 你自己的襪子 你要分開洗 對 你分開洗以外 你洗了一陣子以後 你要把它丟掉 要換新的 太換率要高 對 因為難保這上面有沒有菌絲 是 對 因為包子 滿麻煩的耶 黴菌的包子其實是耐高溫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香港腳 這個腳底很熱的時候 香港腳發得特別多 我們這個香港腳 在我們中間叫濕熱腳氣 其實剛才我們皮膚科醫師 有提到說 藥膏持續的擦 其實我們在 假如你擦藥膏 覺得事實上都覺得 這個藥是不是屬於化學性的 或者是說自己去買藥膏 有些擔心 而不是經過專科醫師的話 除了剛才介紹的黃鉑 蛇床紫 這個白顯皮之外 其實在有關於 這個中醫叫濕熱腳氣 這個手足顯部分 有兩個滿重要的 而且真的滿管用的 在我們中醫在古文就有發現 就有香港腳 並不是只有去香港 才開始有香港腳 第一個叫做土頸皮 這個土就是 對 土就是土地的土 頸就是秋頸的頸 改成木製膀 皮膚的皮 它是金錢松科的植物 在古籍它是叫做 去濕 就是把我們身體一些 一些毒素排掉 那本身發現它裡面的一種 用酒精以存的萃取物 它本身只要0.1到1毫克當中 它就有明顯的抑制增菌作用 其實假如說 我們看那些中藥材 這個最重要 土頸皮 這專門對香港腳很有幫助的 你可以中藥房或請中醫師 開著土頸皮給你 另外一個跟香港腳手足腺 很有關係的 就是這種植物 我相信這認得出來嗎 它是誰呢 這個叫做 鳳仙花怎麼會這樣 鳳仙花本身就是花白色 它有分白色跟紅色的 白色它就發現 臨床發現 它就明顯的抑制增菌作用 所以我們用鳳仙花 尤其對什麼隊友幫助 對 我們香港腳到一個階段 你就會發現 就會變灰指甲 然後指甲都灰了 對 那這個鳳仙花 我忘了講我也有 對 你把這鳳仙花把它磨碎 打枝 然後把它貼在 就直接敷在我們的手上面 指甲上面 對 一般來說 一到兩個月效果很好 等一下這支可以給你其樂嗎 對 可以的 敷一下 對 這鳳仙花真的很好 因為很多患者是說 他去吃西藥 他就很像以而傳而說 很像對肝功能不好 事實上這個 我們講皮膚科醫師也知道 事實上你只是 並不是因為你乾淨了出問題 事實上吃這種意識增菌還不錯 那假設你真的很擔心 我覺得鳳仙花是個首選 所以鳳仙花 你可以找臨床中醫師 或中藥房的 你信任的商家 用鳳仙花給你這樣磨 給它磨碎 然後用布包起來 一天兩到三次 大概一次要用五到十片 真的效果很好 而且你有灰指甲的用 真的可以改善 不會像凹凸不平 或是這種黃黃的脫皮的感覺 那個甲床跟甲板分開的感覺 那這個看來講 這一個泡洗方再加這個 土井皮 這樣是泡手 加這個就可以泡腳 對 一起來的 OK 可以試試看看 剛才廖醫師有提到說 你以為它好了 不要真的以為它好了 因為它可能還有一些 包菌它在那邊蠢蠢欲動 所以要多擦個半個月 半年 三到六個月 就整個療程滿久的 好 那今天的問診室呢 來問了 剛好 他就是個職業軍人 所以兩位先生講的的確是 很多國軍的困擾 28歲的蔣先生 他說我是個職業軍人 之前因為跟黨體啦 一起洗襪子的關係 罹患了香港腳 後來衣服分開洗 香港腳改善很多 不過腳一直到現在 他現在28歲 那也好多年了 到現在都含有脫皮的現象 不癢不痛 自己的衣物 也獨立洗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好 那廖醫師 他的問題是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 可能你以為它好了 其實它還沒有好 對 所以你這個 剛剛羅醫師的經驗 可以借大家分享 就是插藥要持續 然後這個脫皮的部分 我們可能就是 我們在穿襪子的時候 穿鞋 要稍微能夠有替換的鞋子 要通風 然後襪子可能多幾雙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時候 一直感覺它不會好 都是這個生活習慣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注意一下 是 好 所以 它的衣物也獨立洗 這還算是很有公德心的 如果在家裡面 它是不是拖鞋也需要自己一雙 對啊 不能混著穿的 不能混著穿 它要做記號的 對 好 所以它採過的地方 它都要穿拖鞋對不對 對 基本上就是穿的拖鞋 才可以在它上走路 那你們家的家人 有冰子而被你感染嗎 其實 全家都有 因為我們家大概除了 我媽沒有之外 應該都有吧 果然就是你 對 因為我爸也有 我爸比我更久 他一直從年輕 一直到現在70歲都還有 所以也沒好過 可是用中藥台洗一下 等一下拿去試試看 中藥草來泡一泡腳 這本身花都弄給您了 好的 持續的治療 今天講到富貴手跟香港腳 其實這兩個 其實聽起來滿簡單的疾病 可是它很難纏 所以在治療的時候 要多一點耐心 剛才這位發問的蔣先生 恭喜你可以獲得 由台式文化公司 所製政的健康書籍 有任何的健康問題 都歡迎寫信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會請專家 在節目當中親自為您解答 我們也祝福李祺月先生 你的機會可以趕快更治好 好 謝謝四位專家 謝謝各位日本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 Bye 謝謝